前一天才结束的台北灯节 回顾影片满满人潮 不过议员助理23号现场直击 一对比两样琴 我们从第一个灯到现在 两身会馆比灯还多 真的不夸张 风节半灯节 参观民众确实稀稀落落 每个灯的距离也是拉了好长好长 有的灯看简介几乎得趴到地上 而这人潮少到甚至还能在主灯前烫下来 连主灯前都没啥人 这也让议员助理质疑 6800万预算的灯节效果在哪 所以把这个动线拉得比较长一点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东西箱这块 就是没有照顾到 不过北市府说 虽然跟历届相比人潮谨慎四成 但初步商机估算至少还有近议员 我觉得有没有成功应该先分在地的厂 那个商家 你营业的增加有多少 不过这个不要紧 一个月后我就知道 因为我们那个国税局就会告诉我 每一个活动一定都有需要检好的地方 三观局处徐行受教毕竟市长也坦言 今年的灯节您自己打几分 这个事后一定会写评估 TVBs 新闻刘玉俊春宏柔台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